会咽囊肿会自己消失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猴姐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 会咽囊肿是这些年比较多见的一个疾病 为什么呢 也因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对自己的健康重视了 所以现在呢 做猴性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发现会自己消失 会咽囊肿的病人就越来越多 但是在这里要给大家说的一点 如果您发现了您有会咽囊肿的存在 我们不需要紧张 因为囊肿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它不是恶性的病变 同时它也不会有恶变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咱们首先发现了会咽囊肿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肿瘤来恐慌 另外它要不要处理呢 我们通常说呀 这个要根据大夫的建议 很小的这种灰烟囊肿 它是可以自行吸收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自己消失的 那么我们在门诊通常碰见这种小的灰烟囊肿的病人 会告诉他 您回家不用心里面就是不用去在意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半年以后再复查一个喉镜 那么有一些病人的这个囊肿可能就消失了 但是对于一些很大的囊肿 如果影响了我们的吞咽 或者甚至有一些病人影响了呼吸 那么这种情况就要尽快的来做手术了 要手术去掉这个囊肿 那么如果太大的情况下 它是吸收不了的 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 还是建议您遵从专业医生的一个建议